我們剛剛上載了一套價單 一套價單包括了100伙的單位 最關心的問題是折實多少錢 我們成章價單折實的定價 即售價是17602元 17602元 所有單位都是標準流程 尺數有237至499尺 整張價單是6.12367元 總實用面積是31,310呎 平均價單的免價是19,558元 這是免價而已,至實是17602元 裏面有一房有69貨 兩房有3貨,三房一套有8貨 我們說了最低的尺價和最低的單位總價 貨款辦法主要有8個貨款辦法 其中有特別的職工和建築期貨款辦法 我們的銷售流程 我們出了一架單,上了索樓書昨天 明天我們會開放給公眾有關的示範單位 以及邀請了行紀會的會員參觀明天開放的示範單位 我們明天開始,下午兩點鐘我們就開始登記 是的,是的 有什麼問題嗎? 怎樣形容這套? 這套的,1萬多元的市區樓 萬有引力價 牛敦定錄的萬有引力價 對嗎?簡單來說很吸引一價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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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有引力價 好嗎? 最近看到很多樓標昨天又入場 其實這些有沒有影響到定價呢? 還有你怎麼看未來的市況 這個後價有沒有反映到現在的市況情況? 我想樓標可能跟它的底價有關 也可能是那個總價比較高 還有那個比較離開市區遠 就是有別於我們派遣和我們派遣市區中心 有些地塊可能偏離市區遠些 那些發電箱會計算,就會保守一點 我想這些是個別的,例如這些個案而已 我覺得大市其實不顧我們去到11月 其實我們有些數據也很清楚 我們明年6月之前應該有很大機會 美國會減息 大致上我們那個息口已經初步變成定 我可以這樣看 有些是拐點的時機 去到一個拐點的時機 因為我們過去的十幾個月 我們香港的地產市場的樓價 是有受制於高息口的影響 那只要現在是認定是一個 就是墊頂的息口的時間 我看地產的那個市場應該是回復的 就是好像過往幾年前 是正常去顯現出它的活力 以及顯現出它的需求 那加上我們自己的零售都可以 慢慢的我們就慢慢的疫情 那我看我們一切都是慢慢的 2023年尾 那我覺得2024年的樓市應該是 所以現在去買樓其實是給了很好的機會 有關於那些用家去買他們心儀的樓 那減了之後都做萬有引力的 那其實減爛你們又怎樣看這個過程 減爛我們這些行家說完了 我們不再comment過去了 我們在地產電商已經說完了 我們自己都出了staymen 我明白一篇 那大家都看到現在的現狀 開始慢慢的翻了 謝謝 都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那個 無論是貨美單位 能否介意站回前些少少 是 無論是那個貨美單位 還是潛在供應的 其實都創新高 還有見到今年內其實都流了六次了 有沒有覺得政府需要調整一下賣地計劃 就是那些準備推的那些 其實可能都要遲些呢 就是因應回市場 我覺得是看一下什麼地 有些地是沒有那麼需求的 可能有些地是比較有市場的 我覺得它配合那個需求的那個面 去調節它的供應裡面的項目 這個需要 OK 繼續 其實接下來九龍設備本的供應都很飽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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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都關注的 都是高的 我覺得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現在所謂高 因為我們的消費率低 我們的消費率一年一萬鐘 一手私人住宅 只要回復我們正常的需求 因為其實很多人現在是壓縮住自己的需求 壓住自己的需求 即是叫做resuppest我們的需求 是不給它不埋樓 所以我們的租務市場很旺盛 但是只要這個購買要去回正常的速度 其實會釋放了很多的需求 我想回復回平常 一萬多兩萬鐘一年 其實都 如果這樣說 相對現在的供應鏈那些數目 其實都很快消化到的 估計要幾長時間才可以回復回正常的需求 這裡有很多因素在 那就是我講過的那些因素 譬如說息口結頂 或者是GTV我們增長得很好 我們本地的消費 旅遊業 我們投資的意欲等等 那這個一籃子 其實我就說這些因素 如果再走正面一點 其實一定會支持對樓房的需求 你說Recover 那接下來會不會加價呢 加價 你說呢 你想加價 那我考慮一下你的要求 哈哈哈哈 我們先買樓房 好嗎 先買樓房 有沒有說這個軍價 對比同區便宜了多少 或者是有沒有多少 那個Discard的設計 我們都是一直在過去那幾星期 我們在做一個很緊密的市場調查 其實我們看回自己的樓盤銷售價錢 例如我們紅磡的Baker Circle 或者是其他行家去開新款的態度 二手成交 租務市場 引致到物業價值的匯報率等等 我們都參考了很多 我想我們這個 我們沒有單一說 向哪個盤的價錢去主要作為參考 我們已經是一籃子的一個因素 關於那些價格的因素 我們都看到了 之後我們定了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其實我個人覺得都是吸引的 因為發展商其實在市區那些所謂項目 其實都現在這些價格 其實大部分都是的 大部分的發展商 去到現在這些價格 其實都去到可能成本都拿不範 或者甚至是已經是有少少虧的情況 那變了其實你再便宜的機會 其實都不算很多 下行 即是再下行 我覺得現在差不多是打了個底 只要既望2024年所有的因素 去到更多正面的方向 那個樓價應該是 上的機會是大過下的幾多 我自己看勢頭就是上 上多少我想 比較複雜 好像猜一些結果 我就不會猜 但其實上升的機會是很大 我覺得這樣 好嗎? OK 你試賣樓還是最快點吃 銷售流程呢 我們就再講多一點 我們明天開放示範單位 我們隨即在下午兩點登記 有空間 很有可能是我們明年 是不是出席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六或日 我們就賣樓了 好嗎?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